阿德不老雷 9岁来挖翡翠啊 你们说在国内的小孩9岁 还在上学 哎呦 能帮我快哭了 这里呢就是缅甸帕港矿区 真正的源头翡翠的花园地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这里 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逃到好的翡翠啊 那边很危险 一个小孩快点下来 哎呦 我的天啊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矿图它一直在往下走 你不要下去那里很危险啊 哎呦 刚才吓我一跳 哈哈哈哈 它害羞了 加息了 哎呦 这块的话一打灯很好看 是吧 你看 很厚 这块料子是好料子吗 较高的 哦 它说是好料子较高的 较高的 萌莉 这个是不乱 焦木好不 嗯 那焦性的高了 它以为是好的翡翠 哎呦 看着好心疼呀 挖了一块石头 它以为是好的翡翠 遇到看到不乱就不要 不要 好不好 这个不值钱的啊 哎呦 不行 小孩不能喝红牛 不凭换钱水吧 阿德不老雷 我才九岁 哦 才九岁 九岁来挖翡翠啊 你们说在国内的小孩九岁 还在上学 哎呦 怎么办我快哭了 哦 也在上学 哦 也在上学 哦 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说 他来挖翡翠 啊 爸爸妈妈不在 哦 今天是星期天 他说爸爸妈妈不在 他说爸爸妈妈不在 他是跟叔叔过来挖翡翠的 哎呦 这么小好懂事啊 其实他的年纪真的是一颗棒棒糖就很开心的年纪 其实他的年纪真的是一颗棒棒糖就很开心的年纪 但是呢 自己边上学 还要跟叔叔来挖翡翠 好的 谢谢 这边挖翡翠 这边挖翡翠 可以来吧 哎呦 有两块 来 我看看 墨西沙 哦 这里有色 它是一个全身色花 就是可以切出来玩色花的一个料子 肿稍微粗了一点 但是像墨西沙的这个色花的话 你切下去它是一个满花的状态 整体看上去都没有裂纹 实行也可以 这个就是可以刷洗一下 然后我们玩一个它的色花了 来 我看看这个 哦 较高 这块不错呀 而且断口的话 它已经可以看到肉是一个发生情况了 这个是好料子 你看 刚才找弟弟去看的那块料子 它应该以为是像这样一样的 也是冰冰透透的 但是那块是不乱的 这块料子可以说是挖出了精细 就是断出了精细 因为从它的皮壳的话 我们只看到一个沙皮壳系啊 然后呢 它的整个脱纱情况也不是太多 压根下去的物质就是 偏黄黄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整个断口的玉肉 冰感好足啊 这个完全是可以出一条冰种的手镯 是没问题 你看 老雷 雷雷 4000万的话 说实话 这种品质呢 看得到 它始终是一块冰种 能出手镯的一块料子啊 但是我们毕竟在源头吧 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 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个 源头的性价比 对不对 尼尼不落得少一点吧 我也不说乱砍你价 这样我给你一口价 看看合不合适啊 东亚西西 3800万 是 看能不能够那样卖啊 还舍不得卖呢啊 他东亚西西亚比 可以吗 哎呦 你看他又舍不得卖 你看再看看 亚比可以了 哎呦 谢谢 谢谢 这一块呢 先问问价格 如果说价格合适呢 我们也阿伯一下 他们啊 你好吧 阿姑 十岁了 七百 七百 谢谢阿姑 欢迎 哈哈哈哈 多累啊 来挖肥萃多久了 是啊 这种 都没到一种 哦 这种那个啊 那等于说他六岁的时候 就跟着他叔叔来挖肥萃了 不容易啊 来这边 哎 你去手上拿钱 走 在一开始 当初我还是 一个天真 而有爱哭的孩子